小白菜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粗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 具有通力肠胃、清热解毒、脂核化痰、利尿、洋味的功效 吸索含的粗纤维能促进肠壁蠕动、细使肠道毒素 经常食用可以增强人体抗病能力 降低胆固醇、对伤口愈合、牙齿出血有防治作用 那么今天蛋格就来教你一道白菜豆腐汤 做法是将洗净的小白菜切成两段装入碗中 洗好的豆腐切成小方块装盘备用 锅中注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加入少许食用油、盐、鸡粉 倒入豆腐,煮约两分钟 放入小白菜煮约一分钟制熟 淋入少许芝麻油拌匀 关火将汤盛出装入碗中 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你还知道哪些白菜好吃的做法吗 不妨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吧